车子开进台三线苗里石坛 前方进入区间测速路段 车内驾驶跟乘客才刚开口 这区间测速路段有8公里 突然 没想到都已经进入区间测速路段 还有远景蹲坐在路边 雷射枪对准车牌 取缔超速车辆 后文者质疑警方可以这样做吗 也提醒其他驾驶 可别以为区间测速前面开快点没关系 区间测速是着重于路段的平均速度管理 非固定式测速则是单点的速度管理 两者的目的不尽相同 远景说台三线诗坛段 测速范围内有危险弯道 以及容易突然加速路段 考量用路人通行安全 会在弯道或直线加速路段前 在不定时的执行非固定式测照 依行政法法第24条 意思是如果用路人在区间测速路段 平均时速超速了 而且又被雷射测速枪侦测到你超速 警方只会择一开罚 TVBS新闻谢股金苗栗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开启小铃铛